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财经 我是小青 2023年即将到来 关于明年中国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 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据悉 官方正在制定经济增速超过5%的计划 但是 清零防疫政策已经重创中国经济 明年经济走向如何 着实是个难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经济明年的增长目标应该是多少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 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正在主持起草一项中国明年实现经济增速超5%的计划 何立峰在10月份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 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预计接替年已70岁的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习近平在1985年至1988年担任厦门副职长时 当时先后任职市财政局副局长 局长的何立峰曾与他共事 知情人士说 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何立峰呼吁制定政策放松清零防疫防控措施 提振房地产行业以及重新激发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之后 其中一些放宽清零防疫政策和房地产行业的措施 已经得到落实 另外 政府官员们最近几周开始再次考虑科技和教育培训行业的政策 并准备结束对网际网络公司持续几年的调查 之前 在北京当局大力打压之下 这些行业哀鸿变野 报道认为 考虑到北京当局退出清零防疫政策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 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 将明年GDP增长目标定在5%以上 是一个较为宏大的目标 这也表明当局越来越担心 长期严重的经济下滑 可能会破坏支撑中共政府统治根基的一根重要支柱 据《美国之音》12月20日的报道 香港致意东方证券 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常念预估 中国的零售销售今年至少掉30%到50% 加上制造业的供应链也出现断裂 这些支柱产业的萧条对中国今年GDP增长 最坏恐有3个百分点的损失 前世界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郝福满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北京当局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有限 在货币政策方面 低利率不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 因为投资和消费信心偏低 在财政政策方面 包括是无前例的减税和土地销售减缓 代表主负责筹措政府支出的地方政府苦无资源 只能透过表外借贷来提高支出 表外借贷指的是地方政府 透过融资平台取得资金 因其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 所以有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支撑 郝福满也预告 如果中国只能做到有限改革 据他的模型测算 中国未来15年的平均GDP 就可能从4.5%的基线下调到3.9% 12月20日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6月份的预测值4.3%下调至2.7% 对明年的增长预期则从8.1%收窄至4.3% 世界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的增长前景受到重大风险的影响 其中特别提到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走向 以及家庭和企业的行为 世界银行警告说 房地产的持续压力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影响 世界银行也同时表示 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以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下的需求放缓等等 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 即使中共官方在制定经济增速超5%的计划 海外智库天军政经研究员宋维俊指出 其实中南海经济决策层对中国的经济心里也没理 这可以从官方对12月15至16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中看出 按照惯例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制定下一年的经济大方向 至于详细的各项经济政策目标 包括GDP等增长目标等 将会在明年3月的两会上 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公布 此次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明年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会议对经济的描述 大部分重复了12月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内容 为什么说中南海经济决策层心里没底呢 宋维俊分析道 因为清零防疫政策清掉了中国经济 也清空了政府财政 民众对中共的财政和货币体系失去了信心 继而导致货币已不能完全进入 生产经营性的实体经济 中共只能凭空刺激经济 或者只是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 对此 听众朋友们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